今天我妈家的荷兰豆已经熟了 不过这个呢 很嫩嫩的 不知道可能嫩的好吃吧 扁扁的 要去掉两头 这荷兰豆长得到 它长得挺好的 挺大个的 看起来比较苗条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七小猪价美食 今天我们用这个荷兰豆来炒一个鱼丸 今天早上去市场买了两种鱼丸 一种是白色的 一种是黄色的 这个我们海边做的这个鱼丸 非常的嫩 很好吃的 很鲜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荷兰豆和鱼丸 焯一下水 水开后 加点色拉油水里 焯荷兰豆的时候 颜色就不会变 焯荷兰豆的时候 焯水稍微时间过长一点点 因为荷兰豆里面含有炒酸 现在把鱼丸下锅 一块焯水 鱼丸本身是熟的 焯一会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关火把它捞出 捞出这个一定要过凉水 不过凉水的话 这荷兰豆容易发黄 锅烧热后加油 来几片蒜瓣爆香 下搂鱼丸和荷兰豆 一块炒 加一小勺盐 鸡粉一勺 盆点料酒 用大火快速翻炒 勾点薄芡 出锅前加点香油 再次翻均匀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 今天一道荷兰豆炒鱼丸就完成了 接下来品尝一下 这道菜的味道怎么样 来尝个鱼丸 这道菜主要是以清淡为种 清淡美味 鲜嫩爽滑 这个鱼丸 看上荷兰豆 荷兰豆很嫩哦 一炒船扁了 荷兰豆还可以炒腊肉 午餐肉 都是蛮好的一道菜 也很好吃 颜色搭配也好看 非常嫩 这很难做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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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